剛剛我們已經有下載一些範圍 我現在借一個新的給你看 你看一點,有沒有發現你可以選擇不同範圍 對不對 所以這個Mobile它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主要就是什麼 提供你很多付費的範圍 那你剛剛那些不夠的就可以在這邊去找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Mobile AMP 因為我剛剛講過這個是Google希望推的網頁新一代的標準 你把它點一下 按OK 老實講這個的功能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它現在新的標準還在推 可是Google有強調就是 如果你用它的這個架構 你的搜尋情 找到的機會 還有網站的速度的提升 排名的提升會有幫助 就看你了 至於說未來會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 大家都用的標準 還是要拭目以待 但是應該有機會 那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看到 點進來 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可是那範本的這個 就稍微比較少一點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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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你現在做網站都是這樣 點一下 會不會很過分 這樣 做起來應該沒有很陽春吧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像這樣做好 那每一個區塊呢 它一樣有它相對應的設定 有相對應的設定 所以你有需要的 我就只要這樣做一做 大致上就可以做 這樣有了解的 那你點進來這邊 剛剛這個網站 我現在是不是增加第二個 所以你一樣按下這個 編輯它的樣式 有沒有一樣右手邊這邊 你還是可以設定 還是可以設定 那這裡有一個 倒是 也蠻常見的 就是這個 捲到最上面 這個 我把它打開一下給各位看 好 你看一下 如果我們 網頁 在瀏覽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你捲到下面之後 有沒有發現很多網站都很貼心 可以讓你滾到 最上面去 所以像這個你只要勾一下 我只要按一下 有沒有就回到最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在 這個範本裡面 你如果選的是 AMP 他雖然範本比較少 可是呢 對你的排名有幫助 這些真的不夠的 你真的可以花錢 OK 還給大家